11月28号 江苏护佑保健医院一名产妇在剖腹产过程中 宝宝误吸了羊水和胎粪 堵住了呼吸道 生命危在旦夕 医生几次用管子都没有疏通 眼看黄金五分钟即将过去 在场的麻醉师立即用嘴吸出了羊水和胎粪 挽救了宝宝的生命